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滴 今天要來跟大家聊一聊 我是如何學習成為一個創業家的 就是我一開始初衷就是想要 讓大家有興趣的學英文 因為我看到我太多身邊的朋友們 就是對於學英文就覺得很痛苦很無聊 所以我想要解決這個問題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學英文的方式 那到現在我還是一樣在解決這個問題 只是我更有規模了 然後我更有商業的頭腦 然後我更有影響力 所以這個我覺得就是一個創業家的思維 就是從一個簡單的想法開始 然後慢慢變成是一個完整的輪廓 然後甚至是你可以透過這個公司去 解決更多的問題 然後加上還可以養活自己的團隊這樣子 全職YouTuber的思維會滿像 小企業家的思維 就這個是我自己的東西 這是我自己的品牌 我自己的內容 一開始大家能夠被看到 一定是因為這個YouTuber做了某一個主題線 它有個內容線 那它就是擅長做這個內容線的 比如說有些內容線就是夾娃娃 有些內容線就是開箱 那如果你這個人個性夠鮮明 然後你夠真實的話 就會進入到第二個階段是 大家對共鳴的點不只是主題 而是對你也有好感 所以今天你就算是去嘗試你本來擅長的主題線以外的東西 他們也願意去看看 那這就是到第二個階段 就是比較是個人IP的發展 當然到第三個階段可能就變成是 你真的變成一個品牌 就比如說阿滴英文 它變成一個品牌 變成一個雜誌 然後你可以用這個品牌所 累積起來的影響力跟號召力去賣一個商品 就變成是一個完整的公司或是商業模式 那這個是第三個階段 那除了Facebook之外 我們還有各種其他的社群平台 像比如說IG 我找進來的每一個人也是 雖然都有自己主要的分工 但是他們很靈活的 可以面對新媒體可能接踵而來的各種機會 超多工隊啊 都是斜槓青年 就是每一個人都做蠻多事情的 YouTuber其實本身職業就像這樣 就是你一個人就是要會拍攝剪輯後製 然後你要會這個平台的經營 你要會內容經營 然後之後還會延伸到 如果你開了一個公司 變成是老闆的話 團隊經營之類的 學習當老闆 學習當老闆 有一些是看網路影片 對有一些是 因為是一些Ted Talk啊 或者是一些網路他們的文章啊 創業家的英文代詞 Entrepreneur 你就打這個字下去 就是 How to become a entrepreneur 或者是 Team Building 管理 團隊管理啊 還有 就是Business Models 你要有正確的學習資源 然後你要正確的學習動力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不要害怕錯誤 從你自己的錯誤當中學習 在任何人都可以成為影響者的這個時代當中呢 你就是要去思考自己 到底想要做的是什麼 你想要做什麼內容 你關心的族群是誰 然後 把這個 屬於你自己的社群 build up 起來之後 你就是一個隱藏者